这样 再把它慢慢的放开 会有一个蓬松度 这样往下 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和测评一下 我新买的一个卷发棒 那就是T3的这个 Body Weaver 它的直径有44毫米 所以这个真的挺大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背景不一样 因为我最近呢 刚刚搬了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 因为搬家其实挺耗时耗力的 再加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 它是没有任何家具的 所以这一段时间 一个是置办家具 一个是整理 所以最近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上面 现在我们的房子也没有完全整理好 只有卧室稍微整理的比较温馨一点 最近由于没有时间做饭 所以都是吃外卖 我脸上就冒出了好多个痘痘 所以说大家平时还是少吃外卖 我也好 如果你想要皮肤比较健康的话 哦对了 我剪头发了 大家能够看出来吗 其实我没有想让他给我剪这么多 但是可能你发是都比较喜欢剪多一点吧 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我头发其实还长得挺快的 大家觉得这个长度怎么样 可以在镜子里看到我后面是什么样的 扯远了 我们回到今天视频的主题 这就是T3的一个卷发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这个在英国应该算是挺火的 我当时选这个最大的尺寸 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它尺寸比较大 可能卷出来的卷会比较自然一点 而且应该能够更节省时间一点 这个卷发棒呢 我只试过一次 就是在我头发还比较长的时候 现在这个长度我还没有在自己头上试过 现在和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卷发棒吧 它一共有五个温度可以调整 我一般是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 因为我不想让头发特别的卷 我想让它比较自然一点 另外如果你把这个开着有超过一小时了 它会自动断开 就是可能会稍微有一个安全保障吧 但是大家用这种 电热棒之类的东西 一定不要忘记在用完之后把它给关掉 这个卷发棒呢 其实还蛮重的 大家看它的尺寸应该就知道 我觉得我自己是属于力气比较大一点的女生吧 但是用这个卷发棒用久了 手也觉得蛮酸的 还有一点就是 不知道大家在镜头里能不能看到 好像看不见 它的这个是这样一个镂空的设计 里面的一些线路线头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觉得这一点设计就稍微有一点脸价的感觉吧 还有它这个甲板特别的紧 像这样开关的话 其实还蛮费劲的 这个地方是可以看见它的弹簧的 我觉得卷头发的时候 可能会把头发卷进去 可能会把头发拉断之类的 现在我让它先加热起来 我会选择第二个等级的热度 还有就是它加热的时候 你能听到一些噼里啪啦的声音 其实这一点我还是挺不喜欢的 跟GHD相比 这个卷发棒的预热时间会更久一点 那现在我会把它放下来 然后把头发先疏通 然后做一个分层 头发剪短后感觉整个头都轻了不少 而且加了一点点层次 所以头发跟之前相比就感觉会更蓬松一点 第一层我会从耳朵这里分 我的头发已经实现用了 OLAPLEX的NO.7做了一个隔热 我会把它这样分成两分 因为这个卷发棒比较粗 所以你一次性可以稍微抓多一点的头发 我直接这一边都把它抓起来 然后往下拉 再往上卷 然后在头发上停留个五秒钟的样子吧 再把它慢慢的放开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它并不会让你头发特别卷 只是让它看起来更蓬松一点 这个发尾我没有处理好 所以我会再把这个甲板放回去做一个处理 这样 另外一边也一样 我是把甲板放在上面这样 大家注意不要烫到自己 发尾好像有一点太卷了 大家可以看到吗 没有关系 就先让它这样放着 一会儿等它不那么烫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往下掉 我会把后面的这个卷好的稍微把它给扎起来 这样不容易混淆 第二层我会从眉毛的这个地方 同样把它给这样夹起来 其实目前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喜欢这个卷发棒 可能是我还没有用顺手 同样把它这样分成两份 从中间的地方夹着往下拉 然后拉到发尾的地方往内卷 这里有一撮没有夹进去 一会儿我们再重新弄一下 停留个五秒钟的样子 因为我的头发给剪了层次 所以就不能够完全夹进去 不过像这种造型就是要比较随意一点 所以我也无所谓了 稍微有点太卷 我会这样把它给拉直一点 像这样 这一层我会从眉峰的位置往上 到头顶的位置做一个分层 然后我们又是这样左右 我现在样子好搞笑 同样是这样左右两边 这次我会分成两区来卷 因为想让它弧度稍微明显一点 同样就停留个五秒钟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卷的弧度就稍微更明显一点 因为它比较靠近我的脸 所以我会把它这样往 往外卷 大家有没有看到刚刚我的头发就卡在这个里面了 这边就完成了 然后就是右边 同样我会把它分成两区 刚刚我的头发又被它给夹住了 最后一个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我会从后往前卷 往上拉 然后 往回卷 我现在的样子有没有特别吓人 稍微停留一下 这样的话 会让头顶看上去更蓬松一点 由于这一部分的操作 我也不是特别的熟练 所以我会把卷好的一部分 就扎进后面的这个小马尾里 同样这样再分一个区 往上提 然后卷回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就会有一个蓬松度 最后再分一区 就是在这里 同样刚才的操作 之前我头发长的时候真的特别难卷 现在头发短一点就 感觉好操作很多 最后一部分我会 往前卷 这个部分有刘海的小伙伴 也是一样的操作 我已经卷了有一身汗了 太热了 这个部分的时候 大家不要 烫到自己的往后头 慢慢的 往回卷 我会稍微的往后推一点 这样头发放下来 会稍微更有一个高度和弧度 放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把剩下的头发放下来 一定不要忘记 一定不要忘记关掉你的卷发棒 我来先把头发稍微整理一下 一会儿来跟大家最后总结一下这个卷发棒的使用感受 我比较喜欢我头发比较自然一点 所以我会在卷完之后就立刻用手把它给剥开 如果你想要你的卷更明显更紧一点的话 就不要有这个动作 等你的头发完全冷却下来 再来把它给疏通 这一部分是我最后卷的 所以它的卷度会比较明显一点 我会把头发这样往下 然后再用手指的把它给疏开 最后再把它给翻上去 它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有没有超级的蓬松 然后也可以这样旁分 旁分的话就会显得头发更高一点 旁分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后面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耶 头顶的位置也非常的蓬松 那整体出来的效果呢 就是这种比较自然随性一点的 它的卷度其实没有非常卷 头发会看上去非常的蓬松 视觉上感觉 发量都增加了不少有没有 这是我第二次尝试这个卷发棒 能出来这样一个效果 我还是挺满意的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的头发剪短 而且剪了一些层次 所以它卷出来头发会比较有一种 movement的感觉 那做最后的总结 这个卷发棒呢 我觉得 有些细节不是我特别喜欢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这个地方是镂空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 不过它的这个头部的部分 是可以触碰的 就是抓住外面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的分量比较重嘛 如果你不用两只手来操作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困难的 它整体的这个外形设计 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就是这种非常简约的白色和玫瑰金的搭配 那我这样边说话边操作 一整个造型下来大概是半个小时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长度吧 那我头发卷出来之后呢 感觉还算是比较有光泽的 没有特别的毛躁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发现在已经不那么卷了 但是整体的弧度还在 嗯 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这款卷发棒的吧 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 它应该是我见过的市面上指径最大的卷发棒 如果你也比较喜欢这种比较随性一点的卷发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评论或者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这个卷发棒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OK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